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 BrowPureP中 如何实力化model类的对象 那model类对象呢 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数据库操作 一部分是非数据库操作 那数据库操作呢 主要是用大地对象 去大地的方法 去创建实力化对象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 数据库操作部分的统一接口 那在咱们统一接口里边呢 封装两个类 一个是PDO类 PDO的驱动 一个是买CQI的驱动 那如果使用框架 去操作数据库的话 使用咱们框架操作数据库的话 即使你不会PDO和买CQI 也是一样可以完成 你对数据库操作的 咱们在PDO和买CQI基础上 又封装了一套 统一的操作接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区域框架中 为所有的表操作 提供了统一的接口 这样不仅可以省弃 色课语句的烦恼 也不用考虑色课语句 支援效率和优化 以及注入安全等等 因为框架色课语句 都在框架中已经封装好了 就算你没学PDO和买CQI 也完全用咱们框架 可以执行所有的色课语句 并且呢 这些接口操作简单 符合成员的开发习惯 那在咱们框架中 给你提供的操作接口有这么多 基本上所有的色课语句 利用这些接口 都是可以执行的 那我都说了 这些接口能全部执行吗 可以 咱们还有像QIY这样的方法 那这里边 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 黑色字体部分 黑色字体部分呢 一般的呢 都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配合其他的形成 什么叫做连贯操作 也叫做对象链的方式 去完成 比如说 这里边file的 order limit group haring 还有wire条件 这些呢 都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配合像 insert啊 update啊 delete啊 或者select来完成 那我们先来 介绍一下对象链 然后呢 既然操作数据库 主要为增删改查 查呢 又占主要部分 所以这些接口呢 咱们就不按顺序来 咱们先来 看一下对象链 然后看一下 查询的操作 好 按照我们 上节课 见到目录结构 比如说我们就先在 后台里边 优色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 来一个查询操作 比如说 获取数据 等于通过 d 里边传优色表 我想去操作优色表 然后 直接select 我就可以查出这个表里 全部内容 我用p打印一下 当然了 咱们需要的真正生产中 需要将这个数据 分配到模板中 在模板中去面移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select 能不能将优色表里边 所有数据都查出来 lockhost 系统pp下边的 admin.pp下边的 userindex 看一下 我们将优色表中的所有数据 全部打印出来了 上面呢 有一行圈 圈 这行圈里呢 是咱们通过 通用的 在前几个做实验的时候 这里边打印的 当然这不需要 我们都可以把它怎么呢 都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打印的全部数据 那我们来用对项链来操作一下 限制一些数据 比如说 我用 limit 限制十条数据 看一下 这样的话 这条语句单独使用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话就会组合成一个色语句 limit就限制十条 看一下 一共限制十条 那语句呢 就是下边的语句 select from 从这个表里边 你看 limit限制十条 那现在顺序呢 是正序排序的 从131415 如果我想它倒序排序 那我这里边 再来一个 ordr order 按 id desc 倒序排序 看一下 就从103 102 99 一共十条数据 0到9 那我还可以 只要我想查的字段 比如说 这里边有id名字 我只要查看它的id名字和email 别的不需要 比如说field 查询id 查询id name email 看一下 只查出了这三个字段 那这种操作呢 就叫做对项链 也叫做连贯操作 这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格式 那当然我用的时候 我还可以怎么的 一行 完成一个 当然每一行后边就不能用分号了 因为它是一条一阵 只不过 类似于空格的方式 把它换成多行 看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连贯操作 连贯操作有几个特点 大家要记住 这些连贯操作的 用作连贯操作的 不能够单独使用 必须得配合像这样的 select update之类的 或者是delete 这样的方法去应用 因为单独使用 比如说我不加最后一行 我在这加个分号 这样的话 它组合不了色刻语句 因为它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看呀 这个就把这个对象打印出来了 只有结构 没有语句 只有结构 没有语句 所以呢 要想有几句的话 必须得配合 像select update insert 这样的语句去用 你看才可以 这就是咱所说的连贯操作 也是对象链 另外呢 这里边 刚才他说必须配合他用 那这里边写的顺序 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limit放前 和limit放后 你看 现在我把orderby放前 limit放后 看上一次得到的语句 是这样的语句 orderby在前 limit在后 我现在刷新一下 我已经换过位置了 还是orderby在前 limit在后 所以呢 里边跟顺序没关系 比如说我把这条语句 我放到limit之后 那 我这条语句去掉 同样可以获取到查询的 字段内容 在这块显示 所以 里边放的这个组合色语句的 每一部分 跟顺序没关系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 另外 他们这些组合的语句 必须放在 有返回值 就真正执行的那个操作接口的前面 如果你把select放在前面 比如这样 这样去做 那就不可以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这个select是返回具体的值 返回具体的值 array数组 而并非返回了这个对象本身 而其他的方法都是 为什么能可以连贯操作 因为调用完之后 还是返回z 也就是返回自己 返回自己 它本身就是一个对象 所以还可以继续调用 而select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返回是一个数组呢 不是本对象 就不能继续连贯操作 所以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所以总结了一下 这是对象链 那里边组合所有语句的 没有顺序关系 哪个放前 哪个放后 都是可以的 那这条语句呢 那这条语句呢 必须放在最后边 那既然了解对象链了 那我们再足够的方法去学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file f 先看这个select吧 查询 select 只要写select 不管写没写对象链 返回来的 就是如果能查到值 返回来的永远是一个二维数组 看一下 永远是一个二维数组 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 对应这里边的一个数组 跟咱们自己用过程化 到数据库取内容 封装成的二维数组 是一样的格式 方便你在模板中 进行数据结构的便利 比如说 我将这个 如果分配到模板里边去 $z sig 分配到 将数据 分配到 或者是咱们叫所有用户 users dt 分配到模板 然后在这 $z 里边 display 你看一下 我很容易在模板里边 就将它便利出来 因为这样的格式 比如说 嗯 咱们这应该是在 缺省的下面 用户下面 现在我写在index里了 好 比如说这里边用一下 full edge 或者section都可以 写盖 full edge 便利的是 dollarful users 作为每一个用户 那这里边 既然每个用户循环一次 外层 咱们先放一个表格 t br table brdr border 等于 1 宽度 比如说 等于 800 然后呢 ary 让它放在中间 下面 结束的 一个表格 然后 里边 一条记录是一个数组嘛 所以里边循环一次 就是一行 斜杠tr 那里边 td 斜杠td 我可以再用一次循环 或者是单独去写 正常咱们写成为的里边的循环尽量变写 单独去做就可以 然后 user里边的 它还是一个数组 id 你看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好 这样我们访问一下 你看 在咱们p打印数组的同时 咱们往下走 这里边记录比较多 你看 就打印出这样表格 跟上面数组是对应的 上面的数组就形成了下边这样的表格 当然了 我也想格输出 好看一些 比如说输出 字段名啊 表名啊 之类的 这块只是咱们演示一下 就可以输出了 这就是slack 返回的是二维数组 返回的是二维数组 记清楚这个格式 那它既然反二维数组呢 它就没有别的好说的 那最主要的是它配合条件 咱们得根据不同的条件去查 那假如说我想只查我需要的字段 fi 假如说 先限制下个数吧 不然这块记录太多了 咱们不太好 看结果 比如说咱们先看一下limit limit呢 这个应用不光是跟select用 可以跟update delate 也可以一起去组合使用 也可以一起去组合使用啊 看一下 后边咱们讲update和delate的时候 再介绍一下 这个怎么去用 看一下这里边 如果这个里边支持几种格式 如果我写10 那就是限制10条数据 看10条数据 如果我这里边写上有两个参数的话 比如一个10 一个5 那就从第10条开始取取5条数据 从第10 10开始 第10条数据开始取5条数据 你看 原来是最开始的id 咱们这是13 现在从10条去23 取5条数据 你看下边组合的语字就是10和5 如果是一个参数的话 你也可以 如果一个参数是字无串的话 用道路隔开 也可以支持这种格式 你看 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块limit需要注意的格式是什么呢 有limit里边传一个数字的 也支持limit里边传两个数字的 也支持limit里边传一个参数 比如说从4开始取5个的 支持这三种格式 这是limit的一个方法 还有order by order这个接口 当然前后顺序是没关系的 前后顺序是没关系的 order呢 里边直接写什么字段 怎么排序就行 比如说 我按id字段 desc 那我就按id字段 倒序排序 看93 92 91 98 9 倒序排序了 这话 这话呢 其实就是色课语句里边 order by后边你写的字段 我可以按两个字段 按id倒序 然后呢 比如说 这话 按名字 倒序 按id 名字倒序完之后 按id 正序 asc 看一下 都可以 在名字相同的情况下 你看 6977 id 正序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是order by 和limit 他们两个呢 都可以配合 像update delete 一起使用 那看下咱们接口 还有什么 因为这两个接口比较简单 这两个连贯操作的接口 再看一下 file的fild file的这个 当然跟前后碎序也没关系了 file的这里边 可以加任何字段 可以加任何字段id name 性别 你看 这里边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特点 是大家经常出错的地方 这里边不是多个参数 不是这么写的 看一下 不是这么写的 多个参数 而是这里边只是一个参数 是一个整体字母串 id name 年龄 是一个字母串 这点需要大家记住的 而不是多个参数 这里边很像多个参数 用多少隔开 但不是 id 名字 年龄 是一个参数 其实它写的一句 就是select 和from 后边 表 中间的内容 你这里边写的字母串 就是放中间内容 比如这里边可以用一些统计 或者什么东西 别名都可以 比如说 名字我起个别名 叫做username 是一样可以的 就是中间的部分 一点没动的 只要写在这里边的内容 就是放在select和from 中间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起个别名 username 你看下边 这块id 名字 username 年龄 起个别名 也可以用很多系统函数 比如说 我将年龄和性别 连在一起 con cat 将 逗号 性别 年龄和性别 连在一起 系统函数 都是可以用的 看一下 con cat 完全可以放到这 你看 con cat 连在一起的 年龄和性别 这就是 我们这个file的字段 这三个连贯操作使用的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格式 那我们同样还可以用什么 还可以用group和haring group和haring呢 最主要是跟查询与之去用 因为分组插入啊 分组删除啊 这个东西呢 很少做 主要是根据查询与之去用 所以呢 我们 假设这几个 知道 假设 你如果不写字段的话 这里边都有默认值 limit如果不写的话 就默认全部都查出来 old by如果不写的话 默认按主件正序排序 而file的如果 不写的话 如果这个不写的话 默认查全部字段 或者是这里边为空 这都是全部字段 你看一下 为空 只要是假的条件 都是什么 都是查全部字段 是这样的 那假如说我现在不写 也是查全部字段 然后呢 我可以按这里边 比如说 做一些排序之类的 或者是分组之类的 假如说 在这话 group 假如说按性别分组 你看得到的语句 因为咱们这个表不适合分组 我只能说模拟一下 你看 没有注意 你看 只要看语句就行 group group by 按name排序 然后这话group by 按性别分组 old by 按name排序 比如说把排序这个东西 都去掉吧 因为一分组的话 我这里边记录 因为我这里边记录 都是什么 都是同一个记录 你看我查全部的话 分组 就能才能分成什么 两个组 13和10002的 刚才查的数据 没有13和10002的 所以呢 根本就没有数据 分成 这两个 按性别分组 性别因为只有男和女 所以呢 就只能有两组 对吧 那分完组之后呢 我还可以怎么的 比如说 其实old by 这都可以一起用的 比如说 id dsc 这都可以组合在一起用的 等一下 1023 放在上面去了 还有limit 都可以一起用的 比如说 这一条2000一句 limit 我只要一条一句 只要一条 那就最上面那条 都是可以一起用的 还可以加having的 搜索条件 grow by 分组后的 having having 对分组后的结果进行排序 比如说 cout 比如说咱们前面 按性别分组 按性别统计 个数 比如说大于1的 你看一下 分组后的三运条件 那看 group by 性别 having 分组 个数大于1的 当然你要找一个 合适的表去做这样的实验 那 这就是 咱们前面介绍的 这几个组合的条件 当然了 在介绍 insert update delay的时候 需要哪些组合 我才会 跟大家 再去详细介绍的 那这几个除了 咱们要介绍这些组合条件之外 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组合条件 就是什么 wire条件 看到了 file的 order by limit group having 比较简单 最主要是wire条件 那为了简单其件 我先 嗯 把这些 把这些去掉 imit 限制 失调 看 我在这会写一个 wire条件 因为 secure就是 难点 就在wire条件 怎么查 就看你这个条件 怎么去写 wire条件呢 呃 一共有十种情况 这也是我在写矿价的时候呢 呃 考虑最多的一个 一个 关联查询的 就是对象链的一个操作 那在讲的wire条件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问号参数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这样的语句 select 嗯 查询 id 到号 名字 from 从 啊 比如说 细说 这个表 用户表里边 然后wire条件 id 大于 5的 是这样的 传统的语句呢 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 比如说 $ 下方线 get 里边 来一个 id 这么去做的 那这样的话 急于形成 思考注入 而在咱们框架里边 所有用到值的部分 所有用到值的部分 我都能够在框架里边 给你提成一个 带问号的参数 比如说 并且 id 小于 问号的参数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准备好的语句 先放到服务器端 后期 你再从get里边 把id 传过两个值 会分别给问号复值 这样的话 能防止 思考注入 效率也会很高 所以呢 在咱们wire条件组合的时候 里边遇到值的 都会先把值 用问号代替 把语句放到服务器端 然后后期 你这里边输入的值 再补 再去补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穿1 那这样的话形成的语句是什么样呢 像这条语句 形成语句 就会是这样 select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from 从 继续说 user表里边 然后wire条件 id等于1 等于问号的 是这样的一个语句 然后再是 ordro的byid desc 倒序 然后limit 10 是这样的语句 得到的 这是一个问号参数 后期再把问号 附上的值是1 这条语句放到服务器端 保存好之后 然后给它一个1 再通设它执行 这样的话 你后期问号传的是什么值 $下方形get 比如说id 这样都不会形成四个注入 因为后期传过去的任何东西 都是当值来算的 这给大家提前问号参数 但是呢 我在语句写的时候 在语句写的时候 为了提示方便 并没有提示你是这样的语句 而是直接又把这个5 放到这块了 但是内部 是提示问号参数的 比如说 这条语句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提示的语句 id等于1的 当然了 id等于1 没有这条语句 我比如说 我写一个id等于 咱们是从13开始的 id等于13的 查出一条语句 你看下一边 否则我们从那边 whereid等于13 提示的是这样语句 但其实用问号参数 怎么能看到这个呢 比如说 咱们就到框架里边 因为组合色科语句 都是在框架的 基础部分的db db组合完之后 比如交给pdo 咱们现在用pdo 这里边传进来的色科语句 比如说 我在这输出一下 用p 打印一下 $4Q语句 再打印一下 data这个数组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得到的语句 是不问号参数的 然后后期这个数组里 传的值是13 如果有两个问号参数 比如说有多个问号参数 id等于13 比如说ary 这里边放 等于13 14 19 比如说我取这三个值的话 看三个值取出来了 这里边是三个问号 然后这里边数组 传的是这三个值 这样的话 比较安全 但是我这块打印的 给你提示的 还是组合好的语句 因为这样方便你直接 比如说验证语句成不成功 直接站到命令行 去查看 是一回事 所以这是向大家介绍的 问号参数的问题 那咱们wire条件 和像insert update delete 通通都使用的预处理 防circule注入 和效率的问题 所以后边呢 我就很少提了 你只要看到 这部分就可以了 那我这语句 就不打印了 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wire条件 这些情况是什么 我们来 把手车打开 我们专门找一下wire条件 你看一下 一共给我们提供了 多少种情况 但wire条件 跟其他都可以配合 该方法不能单独使用 需要和这些去配合 那咱们现在 主要是学了select 所以先给学select的方法 去一起使用 形成连贯操作 形成色格语句 用于设置查语条件 那第一种 就是为空的情况 比如说空值 零值 假值 只要是假的条件 那就相当于 没有组合wire条件 那没有组合wire条件 你看一下 如果为空 不写 就会查全部 你看 全部都查出来 当然我限制了失调 这里边就没有组合wire条件 为空 或者为假值 看一下 通通没有组合wire条件 那这个说 空值有什么用啊 不写不就完了吗 对 和不写一样 因为咱们经常做 比如说 多查询 dyson year的那种情况 后边呢 我也会给大家介绍 那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什么 组合不成条件的时候 就不组合条件 那不组合条件的时候 那有条件和不条件 按条件判断的情况下 通常这里边会放个变量 $比如AR 如果有条件的话 就按条件查 如果条件没组合成的话 那就查全部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必要的 但这个不按条件为空 你一定要记住 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有的说 我这样写一条语句 d $user 里边 写一个 dlet 删除语句 那如果用户写一个 外条件 条件没组合成 或者写错了 那就没组合成外条件 会不会把整个表全删除呢 你看一下 不会 因为这里边 跟查询有关的 你要没组合成条件 全查 是不会破坏记录的 如果是删除和更新 条件一旦没组合成 那 有可能像这种情况就全删了 但是咱们框架 有的框架是全删的 咱们框架做了一些预防 你看一下 删信一下 delay的 删除这个 id 你要是为空的话 那就让这里边一个主件等于空 主件等于空呢 是不符合的条件 不符合条件 那就一条记录也删不了 更新语句也是一样的 如果外条件为空的话 就什么都不做 删除语句 如果条件为空的话 就什么都不做 那如果想删除的话 你这里边就 存一个id大于零 或者之类的 那就全删除了 所以这是为了 在平时实验的时候 一些误操作 造成不安全的一些考虑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外条件的第一种情况 存空的情况 如果没有存参数 或者条件为空 这些 则在思考语句中 不使用外条件 他他他 警示录下 那第二种 第二种情况 如果直接使用这个方法 存一个整数 则组外条件是直接用主件 等于这个值 比如说 外条件 我存个 刚才咱看到了13 那就直接id id是主件 咱设置表的时候呢 有主件 如果表你没事 主件的话 默认拿第一列 当成主件 如果穿一个值的话 因为通常能表 都是id是主件 那就会组合成 前面咱看到的 类似于这样的语句 id等于问号的形式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什么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呢 咱一般查找一条记录 比如说 通常跟find的情况 finder 比如查找一条记录的时候 比如user 里边 find 查找 a 下方性 get id 就要一条一句 这样的时候 经常用的 那我说这里边 我放在这 不是wire条件呢 看好了 咱们像find的 好多 都是一个意思 比如说 这个13 我不写在这里边 我这里边写个15 看一下 select里边 传的东西 和wire里边 传的东西 是一样的 都是作为wire条件的 像find的和这条语句 你看 和这条语句 办在里边不加的 前面加wire条件的 里边 dollar付下方性 get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为了你方便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 有的时候不写wire条件 直接放在这里就行 那他先来看一下 那是这里边两个 如果都放wire条件的话 是以哪个为主呢 肯定是一个用上了 一个没用上 那只要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3还是15 我们就知道了 你看15 说明谁的优先机高啊 id等于15 说明 直接在参数里边 写的优先机 会高于 直接设置wire条件的优先机的 那当然了 我们这里做实验的话 你放哪里都行 那我就放在这 如果写13的话 那就直接按13来的 所以通常 咱们通过主件 直接等于 这也是咱们社会 就是经常写的 去找一个值的时候 是比较有用的 传一个整数 通常就是id 为5的记录 形成的问号参数 拿出来的 第三种情况 那如果不想是主件呢 那那是第四种情况了 咱先看第三种情况 如果是连续主件 需要查多个值呢 那我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这样 在这块 单是一个参数 比如说13 14 15 16 多个值 你只要用逗号隔开 多个值就可以了 它就会组成in的形式 你看多个值 13 14 15 16 组的条件是 主件在13 14 15 6 这样的情况出来的 当然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 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数组里边多个值呢 那你就直接存数组就完了 数组里边存着13 14 15 16 当然12查不出来 你看 效果是一样的 15 16 14 15 16 你看 12 13 14 15 16 也是组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数组用的情况比较多 比如说 通常在咱们 比如说关联的 删除多条记录的时候 表单一般给我们传过来的多个ID 都是数组的形式 都在这呢 比如说 $下滑线 post 传过来的 ID 是一个数组形式 那传过来几个ID 往这里边一放 直接就删除了 所以这是这种情况 应用比较多的一种 所以这是咱们的 第几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主件在 为123 你看 如果使用以多少分格的数字母 或者使用一个一维数组 作为参数 则组的色格语 就是通过IN关键字 为主件 设置多个插线的值 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 设置的方式 那第四种 那非得用上主件吗 不一定 我能够指定其他的件 按多个值选择 比如说 假如这里边有UID 当然咱那边没有UID了 比如说 咱们就按 年龄 是把14 15 17 18 19 这样的取出来的 那我只要放一个数组 指定一个下标 比如说 年龄 里边值 因为有多个嘛 所以你再放一个数组 如果年龄是一个的话 比如说 年龄是20岁的 如果指定一个值 不是数组的话 那只是查出一个什么 年龄等于20岁 就不用说 主件等于什么值了 刚才咱们直接 如果 直接存20 那就是主件等于20 如果用一个数组 指定个下标 那就是什么字段等于20 如果有多个值的话 你看 这里边 假如说 年龄 20 30 10岁 40 你看一下 就会组合成什么样的语句呢 你看 年龄在20岁 30岁 10岁 40岁 这样去编例 去监索数据 当然了 年龄没有这几个值 所以呢 打的数组是空的 如果 表里面 年龄有这几个值 色刻语句是正常的 就能把这些打印出来 这就是 咱们的 这种情况 如果是一个 关联数 作为下标 数中第一个元素 还是一个 一位数组 或者二位数组 则 组合色刻语句是 IM关键词 试试多个差异的值 元素下标 作为字段 那例如 文章表中 UID是非主件 123的记录 那咱就可以这么做 组合成的是这样的语句 第五种 刚才讲的第四种 已经说了 如果后边给的 不是一个数组的话 如果就是一个值的话 比如年龄 是30 或者是性别是男 那他就直接 让什么字段 等于什么值 什么字段 等于什么值 这就是什么 第五种情况 当然第五种 第四种 你可以 对调看一下 当然这也是 没顺利关系的 就看用那种 如果值中 比如说 内幕 后边的值 如果是 AA 那就是内幕 等于AA的 咱去查询 跟刚才说的结果 是一样的 如果我在内幕 两边加上摆分号 那就是模糊 查询了 加上摆分号 你看一下 就是什么 名字中 like name的 当然了 我们看一下 名字中 有包含什么的 咱们 我查询一下 名字中 包含ABC的 你看一下 那我在这块 就可以 名字中 包含ABC的 全取出来 你看 取的记录结果 好 名字中 所有包含ABC的 都取出来了 所以呢 在值中 EV数组 在值中 如果是使用的是 百分号 那就是模糊查询 这就是我们二条件的 第六种方法 第七种方法 如果在数组的下标 比如说 这写个十岁 这写个年龄 如果写上下标 分用空文 隔开两部分 那第二部分 就是条件 比如说 年龄大于十的 年龄大于十岁的 取出来 年龄A 大于十岁的 所以第二部分是 比如大于等于十岁 或者年龄 不等于十岁 只要空文隔开 那下标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那就是指定的什么 咱们的一个运算符 第二部分 这是第八种情况 第九种情况 第九种情况 条件 比如刚才说的是 第七种情况 你看第八种情况 如果有多个条件 是并且关系怎么办呢 比如说年龄 我要大于十岁 并且年龄小于四十的 我全取出来怎么办呢 你只要数组里边 加第二个元素 再写年龄 小于 只是四十的 同一个数组 多个元素 就会是并且的关系 你看一下 只有十九岁 只有十九岁的 外条年龄 大于十岁 小于四十的 当然了 我还可以什么 再加上 并且 名字中 包含 A的 你看三个条件 都是并且 你可以一直写下去 大于四十 并且名字 包含A的 那如果是 或者的条件呢 那就是什么 第九种情况 刚才第八种情况 是这样的 第九种情况 是货者的条件 那货者的条件 你就需要在外里边 加多个数组 比如说 先找 第一个 年龄 大于 十岁的 年龄大于十岁的 然后呢 逗号 加多个数组 是货的关系 多数组 是货的关系 并且 你看 并且 年龄 大于十岁的 并且什么 并且 性别 里边 包含 男的 就 N N A吧 咱只要看一下 它的结构 对不对 四个语句结构 对不对 语句不一定能查出来 你看 现在 年龄大于十岁的 或者性别 等于这个的 所以 或者的条件 是 或者的关系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种方式来做 看一下 这是或者的关系 那这就是咱前面的前九种情况 前九种情况是推荐大家使用的方式 因为里边可以使用到网络参数 那时候前九种情况的外条件 不一定能组合成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条件非常复杂 说前九种情况达不到我想要的 那怎么办 还有第十种 第十种可以捕获一下漏网之鱼 怎么叫捕获漏网之鱼呢 直接用字符串写条件 你看一下 直接在这块 ID大于五的 并且 ID小于十的 这种看起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 然后再并且 性别 比如年龄 大于十的 这是小于一百的 你看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能不能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看 如果你直接在这里边写字符串 那就直接在写外条件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 用这个还不如用后边的Q压歪去执行呢 因为用这个的时候 我很难做到将这个值给你提出来形成问号参数 如果这里边一旦你用到了这种变量的话 你看一旦用到这种 切入到这种请求变量的话 那就麻烦了 有可能被别人色合注入 所以不建议用这种 前面那九种方法能组成的 尽量用前面那九种 实在组合不成的采用这种 那也尽量这里边不用GED和POSE的变量 就能防止色合注入了 如果非要在这里边用到GED和POSE的变量 那后边还有解决办法 用什么QERY那个 你里边只要有值的地方 直接手写问号 直接手写问号 看一下 然后后边传值 原来我做的是 直接如果手写的话 第一个参数这个 第二参数数组的话 ARY是可以用数组直接传值的 也能解决你想要的所有问题 比如说这里边存问号两个问号 这里边就传第一个问号付上1 第二个问号付上2 但这样的话 用户操作起来 感觉比较奇怪 所以呢 也没那么做 当然后期想象一下 还是这比较好 所以有可能说 后期框架在改版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功能给加上 就是你直接写的 代文号参数的 我直接在这块 就可以付上值 但是现在咱们这框架 这个1.0的版本 我没有加这个功能 前期加了 后期去掉了 因为这样的话 用户写语军的时候 感觉比较 比较 用东北二说比较别扭一点 但是后期想了想 还是加上比较好 所以一旦加上的话 前面的话 你任意组合色谷语军 在问号参数的 怎么的都行 然后后边 直接你再加一个值 我就可以用什么 加一个数组 就可以把问号捕上值 这样的话 就是语军分两部分去走的 非常的安全 那什么样的色谷语军的条件 都可以组合成 嗯 在下一个版本 我会加上去 当然了 你自己也可以加进去 在哪加 我告诉你啊 只要在DB 这里边 判断一下 看一下啊 嗯 找一下那个 delate 外条件 刚组合外条件 组合外条件 这里边 或者条件 嗯 与或条件 如果判断 类型 这个 这个是 可以在这个的 数组的 现在有点 一下找不到 在这个方法里边 你一旦判断什么 这个外条件 如果中间是字无串 那你就可以怎么的 把后边的数组 传给他就行 只需要该起的代码就行 还是在下个版本 我给你改吧 如果你 看不懂这条语字的话 后边我会去给你改 给你加上 因为现在好久没看 这个代码了 忘记在哪个部分了 一情况 六情况 七情况 八情况 嗯 只要加上一个 你最终返回的 是后边的数组 把问号参数 有几个值 就把数组 直接传过去 前面是外条件 就可以了 判断有 就把那个数组 付给这个 一条一句 两三条一句 你基本上就能 把这个功能加上 这是外条件的 嗯 十种情况 组合 但外条件 不光是跟 slack的方法 一起去用的 他还可以跟什么 去用啊 前面 所有这些关联操作 你看 都可以去跟 很多个查询结果 一起去用 一起去用 那 既然说到这个 slack的查询 这几个重点 能将slack查询 和这些关联操作 那这里边 咱们得多说一些 外条件 在这会儿 十种情况 已经说了 那咱再介绍 两个方法 一个是 finder d fnd finder 查找 当然这里边 可以直接写 外条件啊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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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前边 dt 看一下 如果我不写 任何条件的话 那肯定是查不出来的 当然比如说 我这块 加上外条件 假如我就直接在这里写条件了 插入13 那他找一条语句 关掉 插入13 那找什么 找一条语句 插出来 但是这条语句 那打印结果什么样的呢 你看好了 所有这重点的地方 就记这个 所有用范的找的就找一条语句 那找一条语句 记着 找一条语句的话 返回的就是一个 一维数组 他永远返回的是一个一维数组 哪怕你条件找多个 比如说 这里边存条件 这样 ID大于5的 是不是有很多个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他查不到的话 就返回假 但这里边写 直接你写主件了 这块不行的 你看 写上 A R A Y 加外条件吧 比如说我写多个值 1 1 3 5 当然没有这些值 13 15 17 19 你看一下 如果查多个值的话 他也是一条语句 当然是最上面那条语句 你加上组合 order by什么顺序 比如说 倒序 ORDR order 按 ID DSC 倒序的话 只要用find 永远查的是一条语句 那组合的就是一维数组 倒序之后 就反过来 19 语句 看下面语句 因为后边永远用limit1限制 要的就是一维数组的格式 多条语句 如果你想要二维数组 用slide 用一维数组 用finder 然后 那既然讲完这个了 那其他还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 什么 就是总数 分页的时候 是经常用的 统计表的总数 当然我这个也用d 下面打印的这个 直接用d 里边 user totl 里边放的也是wire条件 或者你不在参数里边放wire条件的话 也可以这么去写wire条件 所有的wire条件 他都支持 比如说不写wire条件 或者wire条件为空的话 他就是表的总记录数 你看多少 91个 91条记录 那如果这里边写上条件的话 比如说 arey 让这里边的id 值 大于 比如说50的 看一下 那就是53条记录 所以他这里边 获取总数的 可以默认不写条件 是全部记录 如果你做搜索的时候 那根据查询的条件 显示记录 也要根据查询的条件 获取总数 这是totl这块 获取总数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 介绍了常用的查询语句 需要的 数据库统一操作接口 反黑部分 和select finder总数 这几个 那下节课呢 咱们会重要介绍 像insert update delete 以及 其他的一些操作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接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男生在学 PAP 孙 当作人杰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重 金坐起 今天还要学 PH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 贝 洛盈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 春远 不觉晓 处处 学 PHP 再听愿 做 礼意 再订阅 学 西 修 PAP 助力 寻踏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 PSP 大人正在学 既已 会 之后 对